生于工业时代的我们身边几乎所有产品都是工业化的产物 随着工业时代的发展诞生了一个新的名词 工业设计 我当时大学的时候差点就考这个专业 可能与大家所理解的设计有点不同 工业设计的设计往往并非只是为了美观 更多的是在功能优先 人机交互等方面有较多的考量 每一个工业产品都会经过工业设计这一步 有的会招着喜欢不人眼球 有的则是设计平庸却功能齐全 当然有啥也不是的 手机或者说它最初的名字移动电话 就是能够让人们移动着打电话 所以对于它的工业设计最最最重要的一点 也可能是你平时大家都不太关注的 就是信号接收不为的设计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天线 问大家一句 如果现在觉得你手机信号还不错的请扣1 觉得不太行的请扣2 之前我们聊了电池降噪外放关于手机的等等方面 科普系列也好久没有更新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王九 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 今天我们来聊聊 这个你平时买手机基本不会关注 但有极其重要的东西 手机天线 本视频由小白油品APP独家赞助播说 全品类精品二手商城 生活用品五折旗 能买也能卖 各大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1983年第一部手机 摩托罗拉Denotech诞生 在我们手机简史中对它有过介绍 最开始的手机都是设置有一个外置的长长的天线 用我们现在的眼光看来 这个设计简直不要太丑 放口里的没法装 但是在物理学中有这样一条法则 天线想要能够有效的把信号辐射到空中 电长度必须达到波长的四分之一 不懂没关系继续往后看 在最早的一季时代 手机网络频段为800MHz 这时的手机天线至少要有约7.5厘米的长度 所以当时的很多手机看着这天线都很短 但使用的时候就很不优雅 需要和收音机一样 把天线给拉出来才能有信号 到了90年代 网络频段最高已经达到了1800MHz 更高频率下波长变短 天线的尺寸得以进一步缩短 但依然只支持单个频段的通信 这时候的手机虽然满足了人们移动通信的需求 但也属实有些厚重 为了更加便携 手机的设计逐渐开始向轻薄化发展 而支出来的这个手机天线 就是第一个需要做手术的地方 1997年 汉诺加发布了首款内置天线设计的手机 CH9771 这款手机采用了当时非常少见的流线型机身 设计感十足 但比较遗憾的是 它仍然是一部单品手机 1997年 诺基亚发布了完全内置天线的双品手机 诺基亚3210 也证实它在全球销量达到了1.51台 使得内置天线真正的流行起来 它的经典设计也奠定了之后 纸板手机的几大要素 无外置天线 小巧一手掌握 到了2004年 诺基亚发布了 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支持全球卖游 并且还是首款支持双模三频的手机 诺基亚6630 而此时 全球基本上已经开始不如3G时代 频段最高已经达到了2100MHz 此时的天线 已经被缩短到了4-2.5厘米以内 外置天线已经被淘汰 主流的手机都用上了内置天线 此后手机的功能也越来越多 越来越智能化 人们就更加离不开它了 就继续往小型化和个人化发展 为了配合整体设计 天线的设计也更加紧凑化 外化的天线也就彻底消失了 想一下 现在用的手机基本上都是内置天线 从1999年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 手机天线技术都没有什么进步吗 当然不是 同样是内置天线 所采用的技术也是不一样的 目前内置天线主要分为 FPC天线 LDS天线 和金属外壳天线三种 FPC天线 简单来说就是把一小部分FPC 也就是软性印刷电路 用作天线 这种天线特别轻薄柔软 在手机的内部可以更加灵活的放置 并且最重要的是成本上相对较低 功能上能够满足当时大部分的通信需求 支持多摩多频 一度是各大厂商的首选解决方案 从塑料机到一些三段式金属手机都是这种原理 iPhone也一度从初代用到了三代 在手机厂商不断追求轻薄、大电池、高像素的摄像头、音质等等功能的道路上 手机内部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寸土寸金 FPC天线也遇到了一个尴尬的局面 占用的面积太大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厂商们开始转而使用LDS天线 简单来说 LDS天线就是通过激光 直接把金属天线雕刻在塑料支架上 如果手机的后盖是塑料的话 一般都是选择把天线设计在手机后盖上 这样能够避免内部元气件对它的干扰 使得信号更强 LDS天线的使用也让手机更加轻薄 有限的空间内元气件也可以越做越多 也正是因为换上了LDS 厂商们开持了一波看谁能做得更薄的比赛 涌现出了OPPO R5 金利ELIFE S5.1等一众机型 手机件事我没讲过 你看我们的知识点就这样给串起来了 点赞三连强化知识点 在这里还要提一下PCB天线 它的原理和LDS天线是一样的 不同之处就是在电路设计时 将天线线路设计成PCB上的铜线 而取代天线这种元气件 许多无线路由器或者一些蓝牙模块 都会使用这种设计 而金属外壳天线 顾名思义 就是把手机的金属中框或者金属后壳 直接当做手机的天线来使用 毕竟天线是金属的 机身也是金属的 这样合理利用一下机身材质不是挺好的吗 不过我们还是要明确一下 金属外壳天线的手机和金属后盖手机的区别 这里所说的金属后盖 是指背壳一部分是金属材质 比如很早之前的一些 看起来是全金属背壳的手机 其实它上下两个部分都是塑料的 这种设计的机型 其实还是采用了FPC天线或者LDS天线 2010年重新定义了iPhone 或者重新定义了智能手机的iPhone4发布 在一众友商都还采用塑料机身的时候 苹果创新型的选择了金属中框和双面玻璃的设计 这一下子就质感爆棚 独领风骚 毕竟还颠覆性的采用了金属中框作为手机天线 这一设计直到2021年的今天 依旧被各大手机厂商所使用 不过这里要说明一下 你现在使用的手机 这个金属中框上的那个注塑条 它并不是手机天线 而是负责将中框分段 使其一部分负责蓝牙 WiFi GPS等信号的接收 而另外一部分专门负责通信 也就是电话信号的接收 最后通过它把断点之间给连接起来 同样的 全金属机身的白带也是起着相同的作用 而iPhone4的这一设计 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 也有一定的缺点 当人们在拿着手机 这手正好握持在注塑条上之后 由于人体也是一个导体嘛 所以手机就形成了一个法拉第龙 也正是因此才导致了死亡之窝 乔布斯在线教你怎么拿手机 什么是法拉第龙 法拉第龙可以对电磁波 产生非常强的屏蔽效应 意思就是你把手机放进去之后 就说不到什么信号了 或者用一个不太恰当的笔 就相当于你在一个 隔音效果特别好的屋子里面 你的声音传不出去 外面的声音也传不进来 手握住的那部分天线 就会因为这个问题导致信号变差 如果再具体的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查一下 对于一些有着执照追求的厂商 他们认为断点的存在 破坏了中框的一体性也确实是这样 所以市场上也发布过无断难的手机 比如Sony Xperia XZ1 Compact 锤子T2等等 但由于天线设计难度太大 再加上全面屏的普及 导致近空区的减少 无断点设计非常复杂 且容易信号不良 所以大家目前基本上放弃了这一设计 金属外壳作为天线 使得手机对天线近空要求更低 那么这个天线近空又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就是划分一小块区域给天线 石器和金属PCB等保持一定的距离 来保证信号在360度各个方向的辐射强度相同 也实现最佳的通信效果 举个例子的话 就像是磁铁和磁铁之间需要一定的距离 才不会吸到一起 如果吸到一起 就会直接相互影响了 雷总曾经在小米MX2的发布会上 简单提了一下天线近空 传统的设计需要在额头或下巴 放一个天线近空区 而现在是直接把机身当做天线了 让原本的近空区设计大大减小 为了保证天线性能 最直观的方法就是提升射频的发射功率 发射功率就可以理解为 你喊话的时候的嗓门 嗓门大了声音自然就传得远 当然了 直接提升天线效率也很实用 就比如说iPhone X、iPhone 8系列中采用的新型LDS天线 到了5G时代 信号频段已经最高达到了30GHz 而5G需要满足双频的收发 和更高的传输速度 就不得不增加天线的数量 最明显的设计莫过于iPhone XII系列 边框上的毫米波天线 5G的高频部分已经达到了毫米级别 特别容易受到干扰 所以在手机端 为了避免金属对毫米波的阻挡 现在的手机材质 更多的选用了塑料、玻璃、陶瓷等其他材质 而不是之前的全金属机身 并且伴随着无线充电技术的普及 金属后壳基本上在现在已经被淘汰了 所以大家目前用的手机 除了小部分的陶瓷 后壳不是玻璃 就是塑料 而这也是在不断提高手机各方面性能的同时 还能够让你拿上更轻更薄手机的重要原因 厂商本的新机一步一步的还在接着发 用户的各种吐槽也未曾停止过 人们本能的要求这新机加上这样的功能 那样的设计这并没有错 但有的时候确实要理解一下技术层面是否有可行性 就好像总有这么一小村人 什么新功能新设计他都想要 但始终却只愿意出1999是一个道理 性价比永远只是相对的 某种角度甚至可以说这个词是一个伪命题 手机天线的设计演变 是伴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要求而不断发展的 作为手机最重要没有之一的通信功能保障 所有的手机厂商都在想方设法的 去保证手机的信号保证你的网速 在设计里有这么一句话 产品设计是为了千千万万的人服务的 而不是为了少数人的活动 产品的工业设计是受全体市场影响的 最开始人们追求小型化 手机天线由外置转为了内置 后来人们又追求轻薄 手机天线由FPC转为了LDS 人们还想要更加优秀的信号 和更美的外观 金属外壳天线也就出现了 人们还想要惊艳的质感 玻璃陶瓷也就登场了 换句话说 手机天线的演变过程 就是人们对更好看更轻便 手机ID设计的追求过程 其实在很多领域也是一样的 比如现在手机的影像系统、屏幕、电池、快充等等 众多方面的技术进步 都是人们的需求所推动的 当然或许也正是因为如此 现在的手机同质化也才这么严重 毕竟我们都是人类 当服务对象相同的时候 那相对应的好的体验、好的设计 肯定也是趋同的 希望大家都能以更加理性的姿态 来看待手机这一工业产品 作为大众工业品 它永远会更趋向于大多数 不会只服务于你一个 我们愿意出1999块钱 那肯定也不会得到一个2999块钱的产品 当然你有2999 可能会买到轻舍版 手机它只是我们的工具 仅此而已 什么也代表不了 也不要用它试图去代表神 OK 这期视频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 如果觉得这一期片子让你产生一些思考 对你有一些帮助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点一个赞 特别感谢 更多内容精彩 大家可以在全网速的关注下方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